第七百八十九集 禁忌十八 禁成帝 贤康四年 戊虚 公元三百三十八年 春季正月 前燕王慕容派都尉赵前往后赵国 打听军队出征的日期 后赵王石虎准备攻击断辽 招募了三万名骁勇善战的士兵 将他们全部授予龙藤中郎的官职 正巧这个时候 断辽派断屈云进攻赵的幽州 幽州自使李孟后退守护异京 石虎便任命陶豹为横海将军 王华为杜辽将军 率领十万水军由票于金出发 又任知雄为龙湘大将军 姚义忠为官军将军 率领步兵骑兵七万人为前锋 前往讨伐断辽 三月 赵回到几城 前燕王慕容领兵攻略令之以北的许多城镇 断辽准备带兵追赶并且袭击他 慕容汉说 如今赵的军队在南边 应当集中力量抵御他 却又要和燕王相斗 燕王亲自为帅前来 士兵精锐 万一我们失利了 又怎么还有余力去抵御南边的强敌呢 断兰发怒说 我前次被你说的话误导了 以至于成今日的祸患 我不再上你的当了 于是率领手下现有的全部是种追击 慕容设下埋伏等候他 把断兰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斩下了数千人的首席 还掳掠了五千户民众数以万计的牲畜 之后才返回 后赵王使虎进军屯住于金台 之雄长驱直入到达济 断辽任命的渝阳上古代军的地方长官 全部归降 攻取四十多个城镇 北平向杨玉率领数千家民众登上燕山 自发组织的坚决聚受敌人 众将领唯恐他成为后患 想要攻击他 施虎说 杨玉是儒生 珍惜自己的名声气节 这样做不过是耻鱼投降 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于是经过燕山到达虚无 因为兄弟断兰已经战败 所以断辽也不敢再迎战 他带着妻子宗族和当地豪强一千多家 放弃令知逃奔到密云山 宁行使拉着慕容汉的手 哭泣着说 没采纳您的建议 自取灭亡啊 我固然是咎由自取啊 让您丧失安身之地 我为此深感惭愧 慕容汉向北 前去投奔了宇文市 断辽的左右长使刘群 卢晨 崔月等 封存府库 向石虎请降 石虎派将军郭泰 麻秋 率领两万青旗兵 追袭断辽 在密云山 抓获断辽的母亲妻子 斩首三千级 断辽单旗逃往险要之处 派儿子断起特针 向后赵国奉承上表 并献上明马 石虎接受了 石虎进入令之公事 对将士们论功封赏各有差等 把断国的两万多户民众 迁徙到四州 雍州 雍州 掩州 玉州 士大夫中有才能得行的 都予以提拔 杨玉到军前请求归降 石虎责问他说 你过去身为奴鲁逃走 今天身为世人前来 难道是知晓了天命 想逃跑之后藏起来 却发现无地藏身吗 杨玉回答说 我当初侍奉王骏 不能有所匡注 投奔断士 又不能保全 如今陛下天网高张 控制四海 幽州 冀州的豪杰 无不忘风归从 像我这样的人 笔尖接踵 因此 我并不特别惭愧 我的生死 唯听陛下裁决 石虎喜悦 当即败授阳育为 北平太守 下季四月初三 晋朝廷任命慕荣为 正北大将军 幽州慕 兼领平州刺食 成汉国主李七这个人 一天天地越发骄纵暴虐 诛杀了很多人 还把那些被杀掉的人的 资财和妻女 拿到自己宫里 因此 大臣们大多惶恐不安 汉王李寿 一向直高位重 享有盛名 李七和剑宁王李月 等人都很忌惮 李寿害怕自己不能免货 每次入宫朝建的时候 都会伪造出边境高级文书 把警讯紧急作为借口 然后推辞不来 当初 巴西楚氏公壮的父亲叔父 都被李特给杀了 所以公壮打算报仇血恨 多年不脱去丧福 以此来时刻提醒自己 莫要忘记仇恨 李寿多次用礼仪来征召他为官 公壮都不应召 此时 公壮前往拜见李寿 李寿悄悄地向公壮询问 自我保全的方法 公壮说 巴蜀的民众 本来都是晋王氏的臣民 您如果能够发兵西去成都 向晋朝称臣 谁不争着做您奋蔽而起的前驱呢 这样的话 福泽便可延续到子孙 名垂不朽 就不仅仅只是可以摆脱 今日的祸患而已了 李寿认为他说得很对 与掌使 略阳人罗衡 巴西人谢斯明 秘密商议 进攻成都的事情 李七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 就多次派许福 到李寿的驻地 去观察他的动向 又堵死了李寿的养地 安倍将军李忧 于是李寿伪造 妹夫人调来信 说李七将要攻取李寿 李寿的部中信以为真 然后李寿率领 一万多步兵骑兵 从府地出发 偷袭成都 并对大家许诺 会把城中的财物赏赐 给自己的部中 让部将李毅 充当前锋 李七没料到李寿突然到达 完全没有任何的防备 李寿的世子李氏 任义军校尉 打开城门迎接李寿 于是就攻克了成都 在宫氏门前囤兵 李七派侍中 犒劳李寿 李寿奏称 剑宁王李月 景谦 田包 姚华 许福 以及正习将军李霞 将军李希等人心怀不轨 扰乱了朝政 将他们全部拘捕起来 予以处决 然后放任手下的士兵 大肆劫掠 数日后才平定 李寿有假称太后人士的命令 废除李七为穷都县宫 将他幽禁在别宫中 追视立太子为哀皇帝 罗衡 谢思明 李一等 劝李寿自称 镇西将军 义州牧成都王 向晋王室称藩 把穷都宫李七 送到建康去 而任调和司马蔡兴 适中李燕 都劝李寿自己称帝 李寿令人 为称帝这件事进行占卜 占卜的人说 可以当几年天子 任调高兴地说 能当一天便可满足 何况几年呢 谢思明说 几年天子 怎么比得上百世诸侯啊 李寿说 早上听到道义 晚上死了也行 于是集地位 改国号为汉 实行大赦 改年号为汉兴 李寿用安车束搏 征召公状任太师 公状誓死不肯出行 对李寿 馈赠给自己的礼物 一概不接受 李寿改立宗庙 追尊附近李乡为宪皇帝 母亲攒侍为皇太后 立妃子严侍为皇后 世子李侍为皇太子 又改旧宗庙为大成庙 各种制度多有更改 任命董娇为相国 罗恒为上书令 谢思明为广汉太守 任调为镇北将军 梁州刺史 李义为西仪校尉 侄子李权为宁州刺史 凡是宫庆大臣 周郡长官 都由自己的辽佐来接替 丞翰的旧臣近亲 以及六郡世人 都遭到了疏远和贬处 穷都公李七叹息说 天下的人主 却成为小小的县公 我还不如去死呢 五月 自一而死 李寿追赠他 士号为幽宫 按诸侯王的礼节入葬 因为前燕王慕容 没有会和后赵的军队 一起攻击断辽 却独自占有 掳获的民众和牲畜 于是 后赵王石虎打算讨伐他 太史令赵揽劝谏说 罗兴正当燕国的分野 出师必然无功 石虎发怒 用鞭子狠狠地抽到他 慕容听说此事 调集军队严加设防 废除了六清纳严 长伯 容其长室官职 后赵的军队有数十万人 前燕国民众大为恐慌 慕容对掌使高许说 我们怎么办呢 高许回答说 赵军虽然强大 但不值得忧虑 只要兼顾防守来抵御 他们便无所作为 石虎派遣使者四处出动 招纳右翔各族的民众 前燕国的成州内使崔涛 居旧县令尤弘 五元县令长霸 东夷校尉丰抽 护军宋皇等都应从他 共获得三十六成 游弘即游岁兄长之子 济阳的桥居诗人 共同杀死了太守宋竹 投降后照 宋竹即宋晃的堂兄 营丘内使仙宇区 也派使者投降后照 五宁县令 广平人孙兴 小玉官吏和民众 共同抓获仙宇区 隶属他的罪状后处死 然后关上城门防守御敌 未经许可遏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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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在意识